丰园中正路有一家家具行发生了火警 警销据报立扣出动人车来灌旧 由于现场是铁皮搭建的家具行 再加上现在年关季 业者正在推出年中的大清仓 整个展示场惨遭注容 让店家是欲酷无垒 会在台中市丰园区中正路的一处家具行 二楼搭建的土皮屋 上午冒出了浓烟 窜出火蛇 现场风势助长熊熊的火焰 直寸素柔高 因为两侧都是商店名宅 恐怕有蔓延之余 消防局出动了13部车辆 100多名紧密销前往灌旧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已经浓烟迷很大 紧密地抢旧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才控制火事 还好没有人伤亡 但是燃烧的面积大约有120平 财务损失30多万 紧销初步判断 起火点是家具店后方的仓库 包括店面和仓库内 一共有四间房屋遭到波及 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